继续建一个茶农 他之前做了十多年的土地开发商 基于一种觉醒 他决定回到老家种三支茶 同时希望找到对土地更友善的方法 小山坡上有梯田 婆婆妈妈正采着茶 这像极了苏一鸣小时候 阿公阿嬷的相见生活 多年后 中年返乡的他 重新找回了童年的日子 因为这个有虫咬过 有银头都长大 斑点的 对 这做起来比较 会比较香 小绿叶蚕是茶园里的教客 为一心二叶增添风味 茶园曾经闲置了二三十年 也因为这样少了污染 没了化肥 休养生息过后 等待着肃一鸣的归来 现在种茶是富裕 从前的工作是开发 苏一鸣在科技业工作多年 外派到对岸 专门为公司和当地 合作开发土地 买土地盖工厂 万丈高楼平地起 带动周边的商业与交通 获利也很多 因为我们 一开发下去的时候 常常那种自然森林 还有那种凉田土地 就被我们开发破坏了 环境破坏 那常常也会看到一些农民很无助的跟你讲说 你这样叫我们以后怎么办 其实这个放在心里 放个七个案子八个案子 放到一二十个案子以后 你心里自然会不舒服 后来会比较不太喜欢过去的原因 就是你会压抑住 常常有人跟你讲这一块 你会觉得你是帮凶的感觉 土地的价值到底是涵养万物 还是创造更大的商业利益 这个两难的问题 一直跟着肃一鸣 在对岸走过了深山与荒野 见证了他们的繁华经过 因为每一个开发案成功 人家都会邀请我过去 但是我都会回想到说 当初这个小山坡 这片森林 这个农家 那突然之间就什么都没有了 就是因为你一个案子的开发 如果是我的话 我要怎么办 这个在心中多年的矛盾 直到一段四川深山里的考察 与当地老人家的对话 有了答案 那印象很深刻就是 我跟一个完全不认识一个八九十岁的老先生 他讲了四川话 我讲了我的台语 我的国语 两个人这样聊了一个多小时 我只印象很深刻 他就讲这个地方像不像你故乡 其实突然我才觉得说 也有小山坡 也有小溪流 那跟我在三支的故乡 的家乡这一块土地 竟然是如此的相似 那就回乡留住山坡和小溪 陪伴父母吧 七年前 苏一鸣辞了工作 不再走南闯北 回家跟着父母学种茶 家乡的长辈们都还会制茶 也就留下了当年功夫 传授给苏一鸣 今天采的茶叶基本上是 到明天才可以炒清 揉拧 红干 近半个世纪前 三支曾是茶区 当地的茶大量销往日本法国 带动起经济 三支一百多年前就一直种到1980年 最后一个茶厂结束 才没有茶叶 茶的事业这个工厂 它辉煌时期的时候 有六家大型的制造厂 它曾经占台湾 至少四分之一的茶叶产能 那你从护尾茶时段到 一直到做红茶日本进出口 返乡的苏一鸣 想把被遗忘的三支茶找回来 十多年的土地开发工作 也该为家乡的土地尽点心 但不该再是只看商业利益的开发 我在想回台湾 我当在自己的家乡 我绝对不会破坏自己 家乡的这一块土地 所以我当然就是一开始就想 我绝对不喷药 我绝对不做一些 我觉得不好的事情 还有另一个现实的考量 当业务多年 素一鸣深知 产品要有特色难以取代 门槛高 竞争对手就少 也才能做出自己的市场 我知道在日本 有一块市场很大 药妆市场 那一直在尝试这块市场 到最后来发觉 原来我这种自然农法无毒 没有施农药 这一块的茶叶 其实是在日本的化妆品 药妆材料里面 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一开始就规划好 以自然农法栽种 一部分将原料外销 直接卖往日本药妆市场 另一部分就自行制茶后 交给台湾茶商 手工材质如同当年 但一开始苏一鸣把茶 带到茶行 却没被接受 我自己的茶叶做好 我去跑到 那个重庆北路家 百年茶行 被他们闲得要死 说你的茶根本就不能喝 你又不会做茶 但是我去了三四四次以后 搞不好是因为 有点打动他们 他们对三支 以前他们来三支收茶 对三支也有 茶山这块也有感情 所以他们就会找 交给他们茶的老茶厂的老师傅 说那我们有个年轻人 过去跟你们学茶 你能不能帮帮他 多了专业指导 还要在自己领悟 像是将茶叶反复晾晒在户外 利用阳光蒸发水分 进行发酵的日光尾雕 因为日光尾雕 是一个很模拟两可的话题 很多人跟你讲 就看到茶叶变色香气出来 但是你不管在任何一个环境 试的跟你回来 我自己茶厂这一块环境 因为它的空气温度湿度 完全都不一样 所以这一段我自己摸索 摸到最后才发觉 你就赔得茶叶晒太阳 是最好的方法 因为你茶叶跟你的皮肤的温度 是很接近的 所以变成说你觉得阳光温度过热 茶叶会烫伤 那你受不了的时候你就收茶 试着与环境和茶树共同体悟 苏一鸣也发现 家乡的土地和桃竹苗地区一带相似 很适合做东方美人和蜜香红茶 当地春天盛开的樱花 干燥后也可以加入茶叶 增添视觉与味觉美感 因为我茶参一二十甲茶叶每天都采不完 那变成我每天都有茶叶可以练习 那加上我本身就是理工科的人 我就用归纳分析事务验证的方式 来做茶叶这一块这一块的制程 那归纳就是反正有人教我们就去学 那学完以后我们再来分析 我们这一块这种300公尺500公尺的茶参 他试着做什么样的茶叶 而在回乡的这几年 过去曾在茶园里工作的长辈已渐渐老去 三职的青壮人口又大多外移 但素一名发现到家乡多了一群新成员 可以邀请他们一起来帮忙 因为我曾经去跟社会局聊过天 开过会 我也想说社会局比较知道说 有什么样的打工族群我可以用 那聊完以后我才发觉 其实在我们这一块偏乡的话 其实有很多新住民 他们的经济能力真的不太好 夫家也不好 娘家也不好 因为他们的学经力在台湾不适用 那我们这边又没有什么大型工厂 可以让他们上班 有了稳定的制茶技术与人力 苏一鸣把茶叶卖出去 也希望能把人带进来 这菜一心二业 直接摆开 一心二业 它很脆 一抓就起来了 来试试看 大家采一下 试试看 这几年和观光旅游合作的茶叶旅行 苏一鸣把游客带进他的茶园 认识三支茶 还与周边的景点共同串联 我能不能从我自己做起 茶叶旅行如果在北岸第一站能做起来 那第二站的话 就潜水湾那边 看看海 老梅绿石草 到野柳 到金山老街 到基隆住一晚 这个连结对苏一鸣来说 也变成了一种开发 但不再是开发土地 而是发展地方产业的可能 如果自己赚钱其实不会很难 但是如果你也能帮助更多人 大家都能赚到钱 只是那是我自己定义的成功 是在这里 那这一块有点在做那种地方创生 创造偏乡的工作机会 那这一块在我的心里 其实就是一直都有这种感觉 就是你在台湾也好 在对岸也好 有很多人是你可以帮到他忙 只是说你不知道什么帮 但是我们已经想到说 我们可以帮什么忙的时候 那突然有一天发觉说 原来是他们在帮忙 原来这是一条帮他找到回乡的路 重新种回家乡的茶 这几年苏一鸣制茶有成 年年都报回奖牌 趁机多年的三支茶 有再度被看见 苏一鸣找到了环境与商业的 共存之道 农夫从小事做起 而广告之后这位艺术家 他从学蚂蚁开始做起 我的一生喜欢做从无到有的 而且这个历史上以前也没有人做过的 你只有几十年 你如果做到一些很有意义 能够传述的作品 那我想做一生已经够本了 大家好我是詹怡怡 现在一步一脚印已经有了专属的YouTube频道了 请您赶快来订阅 相信我 接下来的故事会带给您满满的正能量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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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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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